大家好 今天是6月21号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突然宣布 在6月28号、6月30号继续举行常委会的会议 那这个消息很明显 就是要在7月1号前要强行的公布和实施香港国安法 虽然这次宣布呢 说6月28号到30号讨论的法律里面没有香港国安法 包括的是《未成年法》、《专利法》等等 但这些法律并不急 他为什么在半个月时间不到的情况下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呢 我们知道人大常委会一般是两个月开一次 从来没有一个月开两次 甚至像这次半个月之内就开了两次 说明他就是有特别的举动 那么这个特别的举动就是为了让国安法在7月1号之前 马上的公布和实施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第一个呢 7月1号是中共收回香港的纪念日子 它一定呢 在这个日子前呢 颁布出来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第二点 中共政权它知道这个恶法 遭到全世界极力的反对 各种的制裁措施呢 马上就会推出来 中共担心呢 夜长闷多 所以必须要快刀斩乱麻 等你们的制裁措施 等你们反应过来之前呢 我马上就推出来 所以它要先发制人 第三一点 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中共要在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前 限制香港民主派的候选人的资格 我们知道这次2020 香港立法会的选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民主派有可能大获全胜 那香港立法会呢 实际上也是中共呢 关注的重中之重 香港的行政系统 已经控制在中共的手里 香港的立法会 目前来看建制派占多数 总共是70席 那么建制派呢 是42席 民主派只有23席 但是 因为去年年底呢 香港的区议会选举 民主派大赢 所以呢 这次很有可能 那民主派也是大火全胜的 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阻止民主派 参与这个选举 必须要控制住香港的立法系统 要控制在中共的手里 我们知道去年的区议会选举呢 总共是479个席位里面 那民主派取得了389个席位啊 建制派两个零头都没有啊 那这是一个大比数的胜利啊 这是对这个反送中运动啊 整个香港人民的一个支持 正面的回应啊 也是对建制派 对北京政府的全面的一个打脸 香港的民心呢 实际上在民主派这边 那区议会选举的大败 让中共政权呢 非常的害怕 他就是担心区议会选举呢 会影响到整个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 我们的立法会选举呢 有两个 一个是功能击赔 就是各种职业的一些选举的名单 再一个是地区的选举 那么地区这块呢 就会因区议会的选举 对地区选举啊 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 去年底的区议会选举 民主派大赢 肯定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的话 那会导致立法会民主派的大赢 这个呢 是毫不质疑的 所以中国呢 必须要想办法 要切断民主派 获得多数的这样一种趋势 那这个 现在想出来的独招呢 就是推行国安法 那国安法7月1号推出来之后呢 你们进行候选人提名的时候 第一个 就是看你们候选人 支持不支持基本法 支持不支持国安法 如果你不支持国安法的话 那就不支持基本法 这样的话就会丢失了候选人的资格 另外国安法一颁布呢 他们就开始抓人 很多民主派的领袖 都在国安法的嫌疑人的名单当中 所以他们进行大抓捕 进行快速的一个审判 所以你很快呢 因为有这个犯罪记录呢 马上就会丢失候选人的资格 那中共的谋算呢 它就是让这个立法会 这些民主派议员大部分 都连这个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 最后呢 整个立法会还是建制派 占多数 或者说它全部来控制 都是有可能的 那综合以上三点 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共 为什么一定要在7月1号前 推出香港国安法 那整个香港现在确实是大难临头 中共政权呢 它一定要顽固到底 一条路走到黑 一意孤行 一定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 那香港啊 如何应对呢 一方面民众还要继续的抗争 另一方面呢 国际的制裁 美国的经济制裁呢 应该尽快的来到 那蓬佩奥呢 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就已经讲了 他说美国政府呢 正在查找到底哪些人 对香港的自由失去啊 负有责任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呢 正在撰写制裁的名单 就这些 谁谁谁林郑月娥 还有全国人大李战书 他们 那是这个国安法的最后的主谋负责人 那制裁的名单呢 可能马上就会推出来 尤其是中共呢 在这种快马加变的形势下 那美国政府啊 一定要反应更加的迅速一点 另外呢 整个的经济的制裁呢 我想呢 也会推出来 自从川普呢 说要把香港的经济地位给取消 这样一个程序开始启动以来 现在只是在旅行方面呢 已经颁布了一个警告 我想呢 下一步呢 就是对香港高科技出口进行限制 再一个是对香港的关税 跟大陆等同 这个措施也会马上推出来 那进一步呢 就是金融方面 这个林志英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苹果日报上 他呢是比较乐观 他觉得呢 美国的制裁呢 肯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美国金融方面的制裁 就是港币换美元 这个系统给切断 那你香港的金融地位 就马上就会丧失了 当然林志英呢 也提到英国 还有其他国家的帮助 就是说 有200多万香港人呢 都有可能到英国呢 成为英国的公民 这样的话就是人才大流失 人才大流失 对中共来说 那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对经济制裁 这个事情呢 是怎么看呢 我认为呢 习近平他已经考虑在 他的整个的计划之中 他对经济制裁 目前呢 还是并不委屈啊 因为在他来看呢 他政治稳定是第一的 就是他最后拿到的 香港是一个死港 是一个资金人才 全面流失走的 一个大乡村的话 他也要把这个香港 全面的给接管 全面的要镇压 所以呢 他是死心不改 他宁可拿到一个死港 也要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那么习近平呢 肯定是不见棺材 不楼泪 当然呢 香港的经济没了 对他来说是无所谓 但是香港经济没了 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 经济 我们知道呢 很多的经济学家比喻 就香港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肺脏 70%的外资到现在 都是从香港流入到中国的 所以香港死了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 也会半死不活 所以呢 现在习近平 他是不见棺材 不留泪 但是呢 等到香港的经济没了 然后影响到大陆的经济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要慎重的考虑了 所以对经济制裁呢 我们也不能没有信心 经济制裁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等到经济制裁开始 然后加剧 香港没了 倒无所谓 整个大陆的经济 如果受到严重的重创的时候 那他内部的权力斗争 中国内部的底层人民的反抗 加剧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才慎重的考虑 当时国安法推出来 到底对不对 所以呢 经济制裁这方面呢 还是大家要继续的观望 我曾经提出呢 要军事打击 军事打击是最后最后的选项 我们还是要看经济制裁 进一步的发展的状况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香港人的抗争 昨天呢 香港传出消息 就是他们搞了一个200万人 八宫八客 八市三八斗争呢 这个因为签名的人呢 人数不够呢 宣告流产 这个是香港的很多的工会 包括学生发起来的 但是昨天为止 签名的学生呢 只有一万多个 工会成员呢 很不足一万个 跟法定的这个发起的 几万张选票呢 差的距离是很大的 所以呢 大家就宣布呢 这次的罢工三八斗争呢 暂时停止 那本来呢 因为国安法要发起个 200万人的三八斗争的 这个我想呢 主要还是这个疫情的影响 因为疫情呢 大家很多就不能狙击 不能抗议 所以中共政权呢 它就惩着疫情干这么多坏事 其中它的一个考量 就是因为疫情呢 大家不能聚集 这个是港府他自己呢 也是想将来办法 就是规定 50人以下 可以50人以上的聚会 因为这个疫情的考虑呢 绝对禁止 所以他也是巧妙的利用 疫情呢 限制人们的聚会的权利 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国安法 它的这样的威胁性 它的这种毒害性呢 人们呢还没有切实的感受到 这个刀呢已经迎面来了 但是呢 还没有切到你的脖子上 还没有切到你的喉管 等到7月1号颁布了之后 那这个刀呢 已经快到你的喉管了 然后再过几天 很多的民主派的候选人 比他一个一个给抓起来 或者是把他们的候选人的资格给取消掉 那时候香港人才会感受到切身的威胁 尤其呢 把很多的人呢 国安官署啊 直接抓起来 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 那港人呢 绝对会起来 那根本就 可能啊 超过雨伞运动 也超过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每次都是100万人 那今后呢 你如果抓人直接到大陆审判的话 那可能呢 整个香港都要起来 300万人 都有 起来进行抗争 现在的问题呢 大家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威力 你这个中共呢 采取温水煮青蛙的形式 先通过决议 然后第一次 草案的说明出来 然后第二次进行讨论 那个时候再退出法律 退出法律之后呢 然后在正式实施之后 那大家才会看到他 增影的面目 那个时候呢 民众起来抗争的时间就到了 所以民众的抗争 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 这两块加起来 我想呢 对中共政权来说 也有个巨大的一个压力 那个时候习近平也会考量 所以对香港的局势呢 我们绝对不能悲观 我们还是要乐观 我看呢 黎智英呢 还是非常乐观 他觉得呢 这次的国安法肯定也会虎头蛇尾 因为国内各种的压力 让那个习近平呢 他最后还会射手 这是他身在这个局里 我们都是局外人 局里的人呢 他们自己的观点 我想呢 也是有道理 包括习近平 现在呢 国内呢 一个是他跟李克强的矛盾 仍然存在 另外呢 国内也有很多很多的黑天鹅事件 因为这个专制制度 它治理方面 有天然的不合理性 所以像那个武汉肺炎 这样的爆发 这个就是个黑天鹅啊 谁都不知道 那既然有武汉肺炎黑天鹅 就保不定 有更多的黑天鹅出来 最近的这个水利部啊 就召开了一个会议 就防汛工作 有可能出现黑天鹅 那现在整个是中国的一个汛期啊 在黄河长江的上游 已经出现大的这个洪水 那么现在长江三峡 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各种的这个自媒体啊 推特一些 社交媒体上的消息 就可以看出三峡问题 已经很严重了 在2013年的时候呢 三峡呢 就已经禁止任何人的旅游拍摄 设了专门的保安的这个条约 然后李克强很亲自签字 有些外国游客呢 进行拍摄还给抓起来 所以说现在三峡确实是一个巨大的中国的一个大隐患 一个大的一个炸药啊 随时呢有可能引爆 那对习近平政权来说 那这个是巨大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像三峡这样的黑天鹅事件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中国政权呢 有可能他会死在他自己的手里 就自己的智力不善手里 死在国内的这些重大的突发的事件 这个跟很多的独裁政权也是相似的 总而言之呢 习近平他是一条路要走到黑 他是要加速自己的灭亡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有可能会拿到整个的香港 但是他拿到的香港呢 肯定是一个破烂不堪的香港 这个破烂不堪的香港呢 也会影响到中国整体的经济 全面的走到谷底 那时候就是玉石俱焚啊 习近平你自己也到了灭亡的时候了 好今天的评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欢迎订阅保胜传媒再见